身后的印山大墓凭啥能和骑士皇陵相提并论 这座月王勾建父亲的陵墓 堪称墓葬仿佛教科书 北有秦陵 南有印山 水星第一次深入墓室内部 光果触手可及 马王对新追夫人千年不符的奇迹能否再现 1995年 绍兴林场意外发现了夯土 下面肯定有古墓 但咱也不知道为啥 专家没当回事 直到一年以后 突然出现三个现代稻洞 专家才终于坐不住了 他们勘察之后 发现这个稻洞极不寻常 里面不是土 而是青糕泥和木炭 能用得起这两样东西的 绝对不是一般家庭啊 青糕泥是一种很黏很细腻的浇泥 填在牧室外面 水很难顺着呢 这里面填了八米厚的青糕泥 三角形果室周围是1800吨木炭 目的是防潮稀施 要知道马王对新追夫人的待遇 才去去一米厚的青糕泥和一层木炭 但达到的效果是让尸体在2000年后 像刚去世两周一样 考古继续 又一个仿佛设计让专家拍案叫绝 果木外面包了140层树皮 作用就像屋顶的瓦片 隔水的同时又让水流到排水沟 这些精妙的设计 让专家感觉马上就要见到勾建附近的木乃姨了 就在这时新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背后发凉 新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背后发凉 树皮下面本应该是墓主人和随葬品 但七个巨大的稻洞挖穿了墓室 最大的直径八米 哪还能叫稻洞啊 简直是防空洞了 这种规模绝对不是小毛贼干的 肯定是官方盗决 而幕后大佬应该是秦始皇 崭新家说越国有天子气 加上勾建卧心尝胆这种传奇故事 秦始皇决定来个挖祖坟破风水 多损啊 官方盗墓最为致命 彻底破坏了原本的密封结构 六大防腐措施全白费了 墓葬先是深埋进地下30米 隔绝空气 然后用青膏泥密封 用木炭吸水 再用瓦片状排列的树皮 把水引流到排水沟 棺材外面再涂上油漆 但是大意了 把防盗给忘了 专家还不死心 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棺材上 就是这个6米长1米宽的独木棺 这么大显然是为了多装点 生前真爱的宝贝啊 但是旁边又发现了 盗户贼留下的编织袋和线手套 千年古墓发现现代工具 有没有古今交错的感觉 专家忐忑不安地揭开棺盖 但牧主人的尸骨已经不见了 有价值的随葬品也基本没剩下 值得一讲的也就是这本玉剑 和岳王勾剑剑外形一样 而且玉制兵器是王室身份的象征 仿佛是在证明着牧主人曾经的荣耀